雲原月威 基本上淚魔是全天然的制补產品 所以它適合 四五種人群 就包括女性 甚至嬰兒、小孩、老人 然后还有男人都适合吃的 然后我认为有两种人群是不适合吃燕窝 第一就是对蛋白质敏感的人 第二就是伤风感冒的人 这两个人群就不适合吃燕窝 因为燕窝它含有很高的唾液酸 就是水溶性蛋白质 然后18种氨基酸 然后还有矿物质 还有其他的养分 所以女性长期吃的话 就会帮助她们修复她们已经受损的肌肤 然后也可以加强她们皮肤的光泽性 很常吸烟喝酒的那些男性 因为如果她们经常这样吸烟喝酒这些作息的话 就会导致她们会产生喉咙容易干 多痰 气管炎 肺气肿之类的问题 就如果长期以燕窝调理的话 就可以帮助她们润肺跟去痰的功效 然后燕窝还有一个成分就是多糖抗体维生素 这个成分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是说老人最好就是不要生病对吗 就是一个长期保养的话 正常他们的免疫力 对他们就不会这么容易生病 不容易生病的话就可以预防一些病痛 小孩子的话一般其实婴儿六个月以上 我们就可以让她们腐蚀烟磨 可是那个用量的话就一次不要超过1.5克的干烟磨 其实小孩子吃烟磨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可以帮助她们的脑发育 对 然后还可以 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 可以帮她们增强她们的骨骼成长 可能我真的是要改变一下我的生活 因为人生毕竟这么短 我还要继续这样腿飞下去 现在书都念完了 所以我就开始会看一些那种 激励自己的那些talk 参加的那些东西 就激励自己 激励自己 然后我就真的就下定决定说 嗯 我就用我手上的钱吧 那五千块是因为是我手上只有五千块 很老实地说 对 我就只有五千块 所以我就用了那个五千块 我爸爸就有说 嗯 倒不如我帮你一些吧 嗯 不如 他就说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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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就自己 我要靠我自己看 我一半也是想 给我的爸爸 妈妈 还有我的家人看 其实 可能我也是 比较有用的 对吗 让他们改观一下 这样子 所以我就真的是拿到五千块 试一下 闯一闯 欢迎来到第三季度 上海名人坊 本季度 我们将以听故事的方式 向名人嘉宾请教 偶尔 我们会开玩笑说 如果有福音 就能少奋斗十年 然而家事良好的第二代 一定就希望骑在巨人的肩膀上创业吗 这可不一定 今天的名人嘉宾Vinus 他宁可守着五千令吉的创业资金 也不愿意接受父亲的援助 两年内 一人身兼多职 稳定了自己的事业当额 现在即将往海外去设立分行了 让我们听听Vinus 以他的燕窝故事 突出自己 表现自信 E1 Makeover Studio 作为专业裁装培训学院 我们的使命是栽培未来的翘楚 迎合市场 灵影潮流 E1 Makeover 提倡造型质量 点亮您的自信与魅力 欢迎来到上海名人房 我是主持人Esther 今天的名人嘉宾就是我们的Vinus 哈喽 大家好 是 我觉得Vinus特别的有诚意 来到了我们上海名人房 因为她带来了燕窝 而且是鲜盾的燕窝 再者就是说 观众朋友有机会能够赢取10份 每一份价值198令吉的鲜盾燕窝 那其实当然我想现在大家的心 开始很紧张了 要怎么样赢取对吗 那我觉得好事成双嘛 我们就提出两个条件 只要符合两个条件 我们就把10份送出去好不好 好 那首先第一个条件就由我来 然后等下第二个条件就由Vinus来提出好不好 好 那我觉得第一个条件当然就是我们的指定动作了 首先你必须要把我们这一集的上海名人房 转发到你的朋友圈 你就符合了我们的第一个条件 记得回来我们的系统告诉我们已转发 那第二个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赢我们的Facebook的官方的Page 就是Shandle Burnett新智盾访的Page 是 如果你想要知道准确的词词的话呢 不妨看一看我们上面的影言 其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给大家了 时不宜迟立刻先转发 然后再去赢这个Page 我们就有机会把这十份燕窝送给你了 由于我们今天送出的这十份仙盾燕窝 它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里面完成整个配送动作 因此呢 所有的得奖者我们只接受四个城市的配送地点 包括了吉隆坡 雪狼俄州 以及我们的柔佛和槟城四大城市 所以如果你赢取了这一份礼物 而你又不在这四个城市的话呢 也许你可以请朋友为你代收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呢 把这仙盾燕窝领回家好好地品尝享用咯 再次谢谢我们的嘉宾 今天为我们带来了十份的厚礼 那当然其实在这个时候 大家也许有一点小纠结 什么人群适合吃燕窝呢 当然我们请教专家吧 就基本上燕窝是一个全天然的滋补产品 所以它是适合四五种人群 就包括女性 然后甚至婴儿小孩 老人 然后还有男人都适合吃的 然后我许有两种人群呢 是不适合吃燕窝 第一就是对蛋白质敏感的人 第二就是伤风感冒的人咯 这两个人群就不适合吃燕窝 对 然后呢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吃燕窝来补一补 其实应该怎么吃怎么补 然后要吃多少 然后应该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补到什么功效 都是有一样一定的学问 对 然后首先可能我们就可以讲一些 女性吃燕窝的好处跟功效 至于女性的话 通常女性都会长期吃燕窝来滋补美容嘛 对 然后就是因为燕窝呢 它含有很高的那个唾液酸 就是蛋白质 水溶性蛋白质 然后18种氨基酸 然后呢 还有矿物质 还有其他的养分之类的 对 然后所以女性长期吃的话呢 就会帮助她们修复她们已经受损的肌肤 然后也可以加强她们皮肤的光泽性 对 然后呢 至于女性就好像那些被孕 或者是怀孕 或者是坐月子的妈妈 都是适合吃燕窝的 其实在她们不同的生理状态 她们吃燕窝有不一样的吃法吗 有 是绝对有 可能我们就可以先说怀孕吧 怀孕的话通常就分为三个周期 就是前期中期跟后期 怀孕前期就是零个星期到第十二个星期 这时候其实都不适合吃太大补的东西 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吃燕窝 就不要再加于那些药材之类的 对 然后呢 前期吃燕窝好是因为胎盘 它开始那个器官开始分化 它分化就需要更多的那个养分 跟那个营养来让他们快速的 develop baby 的那个脑发育 然后它的器官发育 然后还有它别的那些毛囊膜的那些发育之类的 对 然后呢 至于孕后期也是非常重要 除了可以提供它足够的养分给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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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湿疹或者热疹之类的 对 所以在孕后期有定时的吃燕窝的话就可以减低这个风险跟这个问题 所以一般人的认知就是说孕妇吃燕窝 孩子出生的时候皮肤会特别的摆你头红是正确的对吗 对 如果是用正确这样的方法吃的话是绝对有帮助 那产后呢 产后妈妈应该还要继续被关注吧 对 通常很多孕妇都是只会注重说一个人吃两个人补 但是其实产后的那个护理是更重要的 对吗 因为当你生孩子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很多养分 更失去了很多体力那个过程对不对 所以呢 月子期间也是可以吃燕窝来补充 可是它也有它的吃法 因为就好像我们产后的第一周 我们就可以算是排毒期 对第一个星期排毒期 所以我们通常是建议吃一些比较清淡 也要减少适取糖分 对 所以在第二个星期的话 我们就可以算是修复期 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一些那些枸杞啊 然后泡生啊之类的 可以帮助补血补气 对 然后呢 到第三个期间呢 就是要快速修复嘛 所以可能你就可以加更多那些 再重一点的药材之类来配合 来让你恢复得更快 对 因为 呃 燕窝它的那些养分呢 那些矿物质 真的对我们 生产的过程流失的那些可以进到更好的补充 对 然后呢 嗯 通常孕妇的话 呃 月子 月子 月子妈妈 月子妈妈的话 通常都建议就是好像可能空腹早上就可以开始喝燕窝 是的 其实当我们在受孕期间甚至是坐月子期间 燕窝都是我们女性的圣品 然而在一般的时间点呢 比如说生理期我们该不该吃燕窝呢 通常很多人都会担心说 生理期我吃燕窝到底会不会浪费 嗯 对 其实呃 这个观点呢 是不正确的 因为其实就像生理期我们女性就会流失很多的血液嘛 所以在这个期间你服食燕窝的话呢 就可以帮助呃 补充你流失的那些矿物质 还有养分 对 可是生理期有一个我们就好像中医调理 呃 中药材条里都会比较注重哦 就是不要吃冰冷的 嗯 因为我们的燕窝呢 通常就好像新鲜炖煮的 你都没有防腐剂嘛 你就一定要放在冰除保鲜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在生理期 还是像刚才所说的那些月子妈妈 怀孕的妈妈 都可以好像呃 把它弄热先 明白 对 对 而且过程也不会是很难的 只是要准备个热水 然后就把它放下去就可以温了 对 对 这样子 是比较建议这样 那其实除了女性之外呢 诶 其他的年龄层或者男性又适合吃燕窝吗 嗯 呃 其实男性的话也是适合吃燕窝的 就尤其是那些经常应酬 然后呢 呃 就是很常吸烟喝酒的那些男性 对 对因为如果他们经常这样子吸烟喝酒啊 这些作息的话 就会导致他们呃 呃 会产生喉咙容易干啊 多痰啊 气管炎啊 肺气肿之类的问题 就如果长期以燕窝调理的话 就可以帮助他们呃就是润肺跟呃去痰的那个功效 对 然后呢 验磨还有一个成分就是多糖抗体维生素 这个成分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好像说老人 对 就好像 就是说老人呢 呃 最好就是不要生病咯 对吗 就是 就是一个长期保养的话 增强他们体 呃 免疫力 对 他们就不会这么容易生病 不容易生病的话 就可以预防一些病痛 对 对 嗯 同样的状况也可以复制到小孩子身上呢 对 呃 小孩子的话 一般其实婴儿六个月以上 我们就可以让他们服食燕窝 可是那个用量的话 就一次不要超过1.5克的肝燕窝 对 就是不要超过那个分量 嗯 其实小 小孩子吃燕窝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可以帮助他们的脑发育 对 然后还可以 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 可以帮他们增强他们的骨骼成长 对 对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 燕窝就是一种特别珍贵的药材 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因为它的营养成分确实很高 然而其实Minas和燕窝之间的烟源 起于5000令吉的创业 我想大家应该都听不明白Joli对吗 我也很好奇 那其实现在我们正想要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 5000令吉怎么样以燕窝创业呢 好 其实可能我要讲一段小故事 好 就是在我进入这个燕窝生意之前的 一些很可怜的经历吧 我们就去哦 然后就去Approach它 当我们商讨过后 全部我们就生产了一些样本 可是我们一用 我们一用的话 就根本那个品质就达不到 就是不是我想象的 就是不是我要的 然后我就在想不然可能再试一试 再试一试 因为也这样子也会花蛮多费用吧 对 然后我就找再找了多一个厂家 就帮我们就生产这个Sample 然后过后呢很开心 因为达到公司嘛 就开始哇 我就觉得好吧好吧 这次就可以了 我们就生产 生产过后我就自己用 用一用我就觉得嗯 可能感觉还不错吧 然后过后呢 我就拿去可能 应该做一点小花园 因为毕竟自己想要 创业做一个牌子 对 过后花园之后呢 那个 那个品质根本就 可以讲是货部队版了 对 所以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 没有做这个生意 对 因为就就失败了 对 然后之后呢 我就有想一想 更清楚的知道 其实自己 比较注重品质 多过一个很想创立品牌的 那个思想 对 所以 因为品质嘛 然后我的燕魔的生意就慢慢开始 嗯 对 其实最主要 很老实说 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安全 跟非常有信心的 货源 对 这个 这个货源呢 其实就是来自 因为我的家族就有 从事一些燕魔的生意 就是有一些 饲养的燕屋啊 然后还有自家的 加工厂 对 所以就是 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就是从 燕屋 采购那些烟窝 然后甚至到 加工厂的那些 手工挑毛的工作 都是非常的透明化的 对 所以就是我 呃 不时不时也可以去看一看 到底 哎呦我买的货现在是这样子 更何况呢 是又是自家的嘛 所以那个信心 跟那个 呃 品质是有一定的保证 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我就开始就是跟我的家 就是一个 宣众跟一个 呃 购买的那个角度 对 就买了这些原料来 来开始做这个 鲜盾燕魔的生意 嗯 除此之外 我还会做燕魔的原因是因为 我从小呢 就呃 在家里就接触到很多这些 燕魔的 资讯的这些东西嘛 而且我从小 本身也有吃燕魔 所以呢 不可以说我很厉害 还是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可以说的就是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从小吃 我就可以真正的 感受到这个燕魔 对我的身体 带来的不同 对我的健康 带来的好处 对 而且 因为我去年就怀孕生孩子嘛 就是整个过程呢 让我更深深的体验到 这个燕魔呢 对我 还有我的宝宝 带来的 健康的那个好处 嗯 对 这样子 明白 但是其实 5000令吉创业 它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限的资金 哪怕货源的问题解决了 其实5000令吉 可以发挥的功效 应该也不高吧 那你是在整个过程 怎么样就一步一脚印 走到来今天呢 对 这个可以从2015年说起哦 那个时候一开始 就这个5000令吉嘛 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老实说 对 都是一个人做 就是我会开始做那个 采购的工作 就是 因为我们的燕魔都是装在玻璃瓶子 然后采购呢 去到那边 我就跟Supply讲 我要买一箱瓶子 一箱 一箱哦 那一箱有120个 我就在那边想 可能你可以卖我半箱吗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 嗯 可能我还不能卖这么多吧 然后我就想 可是都不能 所以我一开始就用一箱瓶子 然后呢 就去采购部 又去找那些贴纸啊 labeling 对 盒子啊 的Supply就开始订货 就真的是订20个 30个 就这样子慢慢订 开始呢 然后 我的工作呢 其实一开始我们 我就based on在我的家做的 对 就是2015的时候很久了 然后呢 嗯 采购的这个方面完成了 然后盾主 就是我自己盾的 然后 呃 因为我们的生意都是网上 就是在网上 呃 下订单 对 下订单的 所以一开始我也没有钱做网站啊 这些之类的东西 做一个网站 五千块都不够吧 所以我就是在一些免费的平台 对 就是免费的平台像 Facebook Instagram这些 就尝试的去卖 客服又是我 就是开始做那些 呃 就是跟人家讲 我们卖什么啊 之类的这样子 下单 接单 然后 呃 就是那些 呃 过程 然后呢 就到派送 就是我会自己开车去送 或者是等到 我当时的男朋友 就是现在我的老公 就是他晚上呢 就会 载着我一起 我们就去拿那烟波 就一家一家的这样子去送 就一开始就是这样子来的 对 因为 五千块真的是有点困难 可是 在我的看法 我就是想 可能靠一下自己看可以做什么 对 所以就闯一闯 试一试 每个人的创业路上都是一步一脚印的 哪怕我们今天的Vinus 这位名人嘉宾 哎 其实他的家世是非常的显赫哦 因为 家里一直都在经营着烟波生意 然而为什么当事人当时就大学毕业后 没有第二句话 就要凭自己的能力来创业呢 而且就带着五千令吉来闯荡江湖了 其实当时是怎么样的想法 让你就觉得 哎 也不要爸爸的援助 我自己来 其实呢 因为 很老实说啦 就因为从 我是在国外念书的嘛 所以就是在 就是十多到二十岁之间 已经花了家里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对 不只是学费方面 就可能零用钱的那些 已经花了一个田书 对 所以我就 过后我就毕业回来 过后 就让我有一点 觉得 可能自己是不是 就是 太没有用了 因为毕竟都 多不八再配了我这么多 对嘛 然后又学了这么多东西 也读了这么多书 还要继续这样的时候嘛 还要每年拿这么多零用钱 然后每年只会 买 吃 睡觉 做这些 没有用的东西嘛 过后呢 我就觉得 嗯 可能我真的是要改变一下我的生活 因为人生毕竟这么短 我还要继续这样颓废下去 现在书都念完了 还要在家睡觉 拿零用钱的话 应该都是不怎么好 所以我就开始会看一些那种 激励自己的那些 讨论啊 参加那些东西 就 激励自己 激励自己 然后我就真的就下定决定说 嗯 我就用我手上的钱吧 那五千块 是因为是我手上只有五千块 很老实地说 对 我就只有五千块 所以我就用了那个五千块 我爸爸就有说 嗯 嗯 倒不如我帮你一些吧 嗯 不如 好 我就说 不要不要不要 不然我就自己 我要靠我自己看 这样不如我借你 我借你 OK 借要还的 然后我就说 我也不要 我觉得我可能就 试一下 试一下 我一般也是想 给我的爸爸 妈妈 还有我的家人看 其实 可能我也是 比较有用的 嗯 对吗 让他们改观一下 这样子 所以我就真的是拿着五千块 试一下 闯一闯 试看看哦 其实当时我也是不懂 我之后的路会是怎样 会不会很惨 我也是不懂 可是就 试一下 嗯 是的 就因为这个自觉性 所以Vinus开始了 自己的创业之路 然而他的创业之路 还有非常多精彩的片段 将要在广告后 让当事人为大家亲身说法 我们约定你 广告后再见 美式一桩 上海 联合亚太企业家名人堂 邀请各大领域的成功人士 到直播间 亲身说法 让观众们 凌距离吸收 楷模们的创新思维 让每一则即时型的激励故事 陪伴大家 不做第一 却是唯一 扎根二十一世纪 欢迎再次回到上海名人房 我是主持人Esther 今天的名人嘉宾就是Vinus 嗨 大家好 是Vinus 其实刚才我们就在广告前聊到的就是说 创业 那其实我有点小纠结的就是说 既然要表现你的价值给父母看的话 以你一位留学生在马来西亚 要到大品牌的公司上班 应该一点都不难吧 那为什么当时没有考虑就是就业 反而选择了创业 因为我的个人的想法 个人的想法 我就觉得可能就业对我来说 就是日日月月把我手上的工作完成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我的理想意识都是 想要可能自己去闯一闯 自己去试一试 这样子可能 我可以把我自己发挥的更好 对 因为可能 我的个性也比较不是那种会按部就班 就是会 你叫我做这样做这样做 我就会做我的人 因为在读书的期间 我已经不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的个性也是 是一个原因 影响我选择创业多过就业 而且我的爸爸自己也是白手起家的 所以可能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他影响我的思想 对 就会想可能 应该去试一试闯一闯吧 这样子 对 那选择创业为什么会选择在互联网创业呢 为什么会选择互联网呢 因为呢现在的趋势嘛 然后还有人们那个大众的需求 都是希望呢 又可以快 又可以方便 对 所以呢 就像我们这些互联网创业者 其实又可以用比较小的资本 就可以开始创业 为什么呢 就好像 跟那些传统的生意相比 我们可能手上有一架手机 或者一架电脑 我们就可以开始创业 然后呢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器材 就可以把你的 用这么小的那个成本嘛 就可以把你的市场扩充到很大 甚至扩充到全国去 就可以达到更多的人 嗯 对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互联网创业呢 会对我们这一个世代也比较容易 对 这个市场都已经是这样 对 然后还有的就是说 透过互联网 我们可以用更快速更有效的方式来传达 我们想要传达大众的讯息 还有知识 嗯对 因为我的生意在当时我做的时候 这个市场基本上马来西亚是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鲜盾验魔送上门的这种东西 所以我不只是要找销售 而且我还需要教育这边的人 这样的传达验魔是这样子的生意方式 这样子的一个鲜盾派送验魔的这种概念 对 因为当时市场上通常 不是通常就基本上都只有那些 灌装验魔啊 灌装即时验魔 或者就是那种干验魔 你一买要买一堆 然后买回家炖的那种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想用可能互联网会更快的 把我想要educate的那些知识啊 全部啊传递给大众 嗯对 其实当我们说到educate的这一块就是教育消费者的时候呢 诶我们是不是也要请假一下我们今天的名人嘉宾 那究竟马来西亚这个社会对于燕窝的认知 以及吃的方法的认识程度 相比起国外其实是我们算是更加的先进呢 或者是相对的保守呢 嗯 虽然呢马来西亚算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的出口 是燕窝采锅 嗯对燕窝采锅 可是呢我觉得马来西亚的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的 对燕窝跟中药条理的这些知识还是蛮有限的 嗯对就好像通常 呃马来西亚的人的那个behavior 就是他们会一顿就顿一大锅的燕窝 然后可能就一两天里面就把它吃完 一天吃一碗两碗三碗 这样子就很快的把它吃完 其实这些也是一个不正确的滋补的方法 嗯对然后呢虽然呢马来西亚是第二个大的出口口嘛 就像我说的 呃可是呢马来西亚大多数的食用燕窝的人群 最多的就是华人 接下来就是马来人 然后就是我们的印度同胞还有别的同胞 他们就是比较属于比较少的 嗯可是在这一两年里面都有 呃进步着 对就是开始会有比较多的马来人 跟印度同胞的用户 他们会开始浮食燕窝来调理身体 对其实是蛮开心的一个 就嗯然后也慢慢的开始这一年吧 都有看到有马来公司哦 就是出这些即时燕窝的罐转罐头类 可是也是蛮不错的 就是来证明我们整个马来西亚 也慢慢对这个呃中医调理的意识慢慢的提高 嗯嗯对 那其实Vinus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 为什么要坚持24小时配送呢 哦因为我们的燕窝呢 都是呃在下单过后才开始新鲜炖煮的 所以呢而且我们的燕窝是没有防腐剂 也没有任何添加剂 所以呢都必须妨碍冰出保险 所以最好的就是炖煮好过后就是立刻派送到他们的手上 所以他们就可以吃新鲜的燕窝嘛 嗯对 然后通常呢我们都是在早上炖煮 然后下午或者晚上就会派送给他们 然后呢为什么会有下午和晚上 是因为我觉得有些就是那些上班族吧 可能他们下午都会很忙碌 就是都是在呃办公室啊 然后就要经过一个塞车的过程 回到家都是六点之后 所以对于这个阶层的人呢 我们就会给他们选 可能他们就选 我比较比较晚上吧 就是晚上我就有空在家 在家收缘我这样子类的 然后下午 我们也有下午的拍送 是因为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人就是下午都会待在家 可是晚上才会外出 所以就是提挂他们比较方便这样子 对然后有些时候都会有很紧急的单 就是可能有些人一打就想 哎我等一下要送礼物啊 我要这样子 对然后通常呢 只要我们可以在他们要的时间里面做到的话 我们都会在炖了 然后冬天就会送给他们 嗯对因为我觉得通常这样来找人 他们就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要把这个健康的东西送给他想送的人吧 所以我们也会提供他们免费那种包扎服务啊 帮他写个卡吧 然后就顺便帮他送给他们要的人 对然后呢 目前我们是西马主要的城市 我们都可以派送上门 只是有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就不能 因为那个新鲜度的问题 嗯对 然后我们主要呢 其实是针对那些职业性的女性 还有职业性的孕妇 对尤其是这个大都市 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忙于工作 对 其实你也很想做到这些保养工作 还是吃一些调理的这些炖燕窝啊炖什么汤啊之类的 你都没有那个精力跟时间去做吧 嗯对 所以一般我们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是因为想带给他们这个服务 然后又很轻松的 又可以喝到长时间炖煮滋补的这些保健的 产品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些就是职业性的孕妇 因为我自己也是刚刚生孩子过来嘛 职业性的孕妇又要做工 又要怀孕 然后呢又要保健自己跟肚子里面的宝宝 所以其实是蛮累人的 对 所以我们都很关注这个东西 尽量做到最贴心的服务 嗯对 然后像这些孕妇呢通常我们都会 虽然我们是有网站就是网络的模式下打嘛 可是我们都会 manually就是有客服去跟他们聊一聊 了解他们的情况 就好像就看一下哦 其实他们现在呢是哪一个周期啊 第几个星期适合吃药材 不适合吃药材 然后有没有那个认诚糖尿病 对 然后就是甜度要不要控制一下这样 因为我们都可以 customize你要的糖度 你不要甜也可以 要甜也可以这样子 对 所以呢我们都会做到这一些服务给他们 嗯对 其实不惊不觉算起来创业已经有五年的年资了对吗 嗯差不多算是 所以其实在五年走过来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或者觉得哎我自己都认为自己还真的蛮行的 我觉得整个创意的路啊 其实都先天后苦吧 先天后苦 先天后苦 因为就好像刚才我说的2015年开始创业 这整个市场根本就没有像我这样的商业模式 跟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这个concept 所以一开始真的是蛮艰苦蛮辛苦的 你不只要卖你还要educate人家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甚至身边的人都会质疑 你这样可以吗 你这样敦愿我送给人 这样子之类的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嗯然后更何况的是我们的target market 就是马来西亚都缺乏这一方面的那种 中医料理调理的这种知识 所以不只是要就是要达到营业额 然后还要educate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 听这些健康意识 然后这样子来用中药材来调理你的身体 对可是如果其实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也会朝这个中医药理的这个方面前进 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的确真的是蛮缺乏这些知识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有办法还有有向这个前进的话 可能我就聘请一些相关的那些知识分子 因为我也不是很厉害嘛 来协助我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知识呢 教育educate跟传播给马来西亚所有的大众 让他们提高这些健康的意识 对然后还有这些保健的正确方法 对 我想其实五年前大概没有人可以想象到 教弟弟的Vinus有一天可以独当一面 那一路走过来真的就有非常多的点滴在心头 然而在业务稳定之后 其实Vinus现在正在积极筹备着 把分行开设到海外 为什么是开设分行而不是把货品送出海外呢? 这就是因为配送的问题了 来我们请当事人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到海外去开设分行 而不是把货品就移动出去就好了 我们会想要在 就是要出国做 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移动去外国嘛 我们不会想要把我们的燕窝运出国 反而是去那边设立 是因为这个新鲜的问题度 对 然后我觉得 想要滋补想要保养的人 都是想要身体健康嘛 所以这个品质的保证 还有这个新鲜度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呢 我就会想 如果我们接下来出国海外 expand的话呢 我们都必须 有我们的团队去到那边 然后就是设立分行 这样子呢 就在那边新鲜炖煮 然后一样在马来西亚这样 新鲜炖煮 新鲜炖煮 新鲜派送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据吧 对 所以其实这些燕窝都是出口去哪里呢 去中国吧 都是去中国 所以我们会向海外发展也是因为这个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是顺势而行的 可以到当地去设立了 明白 那其实一路走过来我想 Vinus的内心应该有很澎湃的一种情绪 因为他真的获得了很多 当然也牺牲了很多 那在这个当儿到底他会庆幸他争取回来的 或者他会觉得遗憾他失去的呢 你是觉得得到的更多或者放弃的更多呢 我觉得到最后是得到更多吧 因为我觉得做什么东西都是先苦后甜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劳而获的 就你在成功的路上可能是孤单的是辛苦的 是很累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成功的话 你就必须要坚持哦 坚持是非常的重要 对 如果数过来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 或者让你最有满足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 最有满足感应该就是 我从一个小小的毕业生 然后什么都不会 都没有上过班的一个我 然后就可以至少到今天 让我爸爸妈妈以我为荣 我至少现在有自己的能力 可以买自己的产业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爸爸妈妈感到非常高兴 跟非常光荣的一个小事情 对 当初创业也是基于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给爸爸妈妈 然后今天其实也完成了这个目标 对 那其实除了就是能够给爸爸妈妈一个欣慰之余 还有什么目标是你接下来想要挑战的吗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就是想在马来西亚可能开一些这种中药条理的那种小学院 其实这是我一个梦想 就是可能可以更好的来把我会的那些知识就是正确的那些支补啊 这些中药条理的知识传播给马来西亚的大众 可能是其实现在很多都会可能网上就是可能一个开一个视频嘛 就可以教导大家 所以有需要的人群可能就可以更好得到这些知识来提升我们的那些健康意识 对 其实还想开一个学院 明白 所以想要更加正确的观念就是传授给大家 让大家好好的去享用 明白 那其实到最后当然我们还是要请Vinas就是以自己的经验 能不能够为我们正在创业路上的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久时候正在纠结到底要创业好呢 或者说要安稳地打一份工好呢 你觉得如果要创业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 我觉得这个社会花花世界已经太诱惑了吧 是 对 身为一个久时候其实即使你要坚持做一点东西 不要讲是创业 其实都蛮难的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创业的话 你就要一定的坚持 然后你也要一直铭记着自己的初衷 然后不要忘记这样子 对 可是一样的同时呢 你也是要在你的生活拿到一个平衡点 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些娱乐跟自我的空间 对 这两个方面你都要抓哪一个平衡点 对 然后 可是呢 如果真的想创业的话 你就必须坚持 我们可以活得精彩 我们可以活得充实 可是我们不可以活得让自己有遗憾 对 所以通常好像你晚上啊 会想到很多想法 想要几百几千条新的方法的路的话 你个一天睡醒 你还是走回一样的方式 走回一样的东西 所有想的都忘记的话 这样子是非常的难的 对 所以一定要坚持 还有我觉得如果久时候想创业 最重要一个就是 你永远要留在你的舒适中 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名人嘉宾Vinus 为我们带来的一夕话 对的 创业的路上 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坚持 然后要勇于离开你的舒适圈 要做对你有意义的事情 不让自己的年轻留下太多的遗憾 谢谢我们今天的名人嘉宾 同时呼吁大家上海名人坊精神 让我们用一百个成功故事感动你 请留意下一集节目播出时间 今天在这边先和大家说声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